在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多场分论坛上 改革开放 推进全球化等话题 不断地成为了热点 其中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掌门人拉加德 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对话 也受到了不小的关注 9号晚间 马云和拉加德在博鳌亚洲论坛大酒店 围炉夜话 针对中美贸易摩擦 拉加德表示 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规则 是通行的国际贸易规则 应该得到遵守 马云与拉加德持相同观点 他说没有人可以阻止全球化 如果贸易停止了 世界就停止了 去年马云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时曾表示 将为美国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 但在当晚的主题晚餐会上 马云表态 如果中美经贸关系恶化 这一承诺将宣告无效 他说 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 中美之间存在贸易摩擦再正常不过 但不能用化疗来治疗感冒 更不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记得古代码 西瓜 在秘监防